香港出現年輕人對以林鄭月娥為首的 特區政府一連串的施政 發動相當激烈的抗爭 年月來世界各地的朋友都知道 最不尋常的就是近日 香港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之下 終於陪同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 就香港現時的經濟局面 發表一連串相當悲觀的訊息 就是它引用最新一季度 香港的經濟數字的增長 只有0.6% 是十年來最低的 而且比去年的同季也低了 再加上香港六月份的出口下跌了一成 亦都令他覺得香港現在的經濟 是出現一個很早的衰退的狀態 他認為如果香港的年輕人 繼續發動罷工 罷市 會進一步打擊外國投資者 對於香港的信心 當然陳茂波只是將重點強調在香港 年輕人的動亂 外圍因素他就不太多說 特別是最新的跡象 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 中國是操縱匯率 他叫財政部和美國聯邦儲備局跟進 是隨時會正式宣布中國為一個匯率的操縱國 一旦這件事成為事實的話 美國總統不但會向WTO 世界貿易組織去投訴 而且還會根據美國國內的要求 將貿易這些往來的國家匯率操縱國的關稅 是加到45% 這一招零例的後著 當然不會隨便使用 只不過是將牌攤出來 嚴正警告中國方面 如果不再在指定期間 與美國發生貿易協議 他會有災難的後果 這就是很重要的外圍因素 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 近日就香港的騷亂問題回答記者 亦都漏口或者是有意說了一句 他說中國和香港之間是會解決現時的騷亂 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表面看來就好像輕描淡寫 但其實為日後 美國對香港改變政策和態度是埋落了腹筆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香港的獨立的關稅區 是要美國承認 以及根據美國國會的香港關係法 才會正式承認 一旦美國認為香港在經濟和政治緊密關聯的 種種的活動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麼香港獨立的關稅地位 當然是會付諸流水 這一點也是我長期強調的 香港在任何紛爭 香港特區政府領導這個地方 絕對不能夠捲入兩件鬥爭 第一就是中美之間的冷戰 第二就是中國大陸高層的權力鬥爭 香港這條船在海洋上行駛 要密切地小心這兩塊大岩礁 這些大岩礁就是礁石 是橫緩在海底裏面的 一個聰明的舵手或者船長 會懂得把持舵 令船不要撞下去 香港目前的經濟困局 其實學生和年輕人 是令到警方用一個非常情緒性的回應 那些畫面在CNN 全球那些新聞網絡廣播 令人覺得感覺不好 再加上特首林鄭月娥自己帶頭宣佈 香港是進入暴動狀態 更加令到全世界覺得這個地方不安全 甚至是要發出旅遊事件 那你自己身為特首都說香港暴動了 那我遠在南美洲 北美洲 歐洲那些投資者 我還會不會來呢 當然不會來啦 所以就成它貴遠了 香港你看近日出面下面那些五星大酒店的租房率 和退房率生意平均下跌了百分之十五 這個是三個星期前的數字 最近有沒有惡化呢 就不知道 香港經濟未來的隱憂是什麼呢 外圍因素是最重要的 因為美國正在加緊對伊朗的制裁 我們都記得華為大老闆任正非的外長 孟晚舟在蒙難出事 被加拿大溫哥華的機場扣留之後 美國的發言指出華為其中一項罪狀 是透過一間香港註冊的公司叫做Skycom 是對伊朗出口一些衛星通訊的敏感器材 現在美國政府正在對伊朗下手 退出了奧巴馬簽署的協議 是聲稱伊朗正在製造核彈 而且在以色列的配合之下 是對伊朗進行進一步的封鎖和制裁 制裁的名單是會不斷加緊的 但是香港一早就已經有一個叫做中東金融的政策 中東當年包括伊朗 而且香港特區政府近年鼓勵香港的商人 走去伊朗那裏尋找新的商機 因為現時伊朗的人口是百分之六十 那個年齡平均是三十歲 這個年齡消費力是最大的 而且人口是有八千萬 對於大量的需求 例如消費品 T恤 牛仔褲 影音的器材 電視的能量是非常之大 所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幾年前訪問伊朗的時候 就和伊朗簽署了長達二十五年的貿易合作的協議 將會輸入大量的中國的產品去伊朗 雙方承諾在未來十年 將中國和伊朗之間的貿易總額提高十倍 就多達六千億美元 而且在基建 鋼材 生化 種種的金屬的材料 甚至電信科技全部都涵蓋在貿易協議之內 中國和伊朗怎樣去交易呢 當然是通過香港這個地方 所以2016年美國的《華爾街日報》已經披露 在香港註冊的至少有二十多間公司 是和伊朗有密切的貿易往來的 現在美國政府已經將伊朗放在自己射擊的事情範圍之內 那你說香港將來的地位是怎樣呢 陳茂波身為一個負責任的財政司司長 是應該嚴正在電視那裡呼籲 現時香港商人 無論是香港土生土長 還是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的大陸的新移民 是立刻停止或者開始減少和伊朗的交易 甚至是和伊朗那裡撤除資金 如果他這樣說 美國政府是對香港的信心是會相對提高的 當然說了也沒什麼用 因為香港地下的熱資 那個流動量是非常之大 也都不到一個特區政府是指手滑腳的調控的 這是其中一個隱憂 因為香港繼續被利用為一些和美國制裁的敵對國家 從事一些見不得光的貿易 無疑會被美國視之為敵對的國家的其中的一個城市 所以總統特朗普這句說話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亂說的 此其一 第二就是國際對香港的信心 是要看這個一國兩制是否執行成功 一國兩制不是中國單方面的宣佈 說它成功就成功 說它成功就成功 香港既然是一個國際城市 有一國兩制一日 香港就要和國際社會透過種種渠道 包括很著名的SWIFT 叫國際金融熱錢交收的國際協定 是來得到國際的信心 所以有一國兩制一日 香港是要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際社會 是跳華爾之舞的 這場華爾之舞一定要跟著那個音樂的節奏 雙方跳得合拍 合拍的時候是要如如得水 如膠齒漆 不能夠由其中一個舞伴在跳舞的時候 是對對方上下其手 有所性侵犯或者種種猥瑣的動作 否則就會被舞伴視之為不專業 以及是一個不道德的人 我們很多人都知道 要跳舞 要雙人舞 雙人舞跳起來的時候 不但要好規矩 而且要舞步 要合拍 你搞到跳跳在舞池上 讓那個女生一巴掌打進去那個男人那裡 然後全場的音樂都停了 哇 你眼望我眼 那你說是不是很難看呢 所以香港特區政府似乎慢慢忘記自己 做好一個華爾之舞池裏面的一個舞伴的角色 就是要遵守跳舞的規則 和遵守雙人華爾之舞的一些道德和倫理 和跳舞的時候 希望它好像英國管治的時候 是這麼有一個輕歌萬舞 和專業輕盈的一個舞步和風格 很明顯 美國政府認為 22年來香港特區政府主持的華爾之舞 香港身為一個舞伴 已經出現了 暴力走仰和跳舞的姿態 有一點難看的跡象 所以它一而再再而三發出一個警號 特別是美國香港的總商會 最近發表聲明 嚴正要求 香港特區政府應該改善香港的營商環境 美國商會是不會理你香港年輕人 提出什麼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這些口號 商人是不會就政治發表任何的態度 但是商人對一個地方的營商環境出現 這個變質是會覺得非常之憂慮 所以他們考慮會將資金撤出香港 那麼很多人說香港的資金怎麼會撤出 這個新加坡是不可以取代香港的 因為香港現在在中國大陸的南大門 要面對13億市場 但是如果特區政府還有這樣的幻想 而不知道美國的特朗普政府已經開始捉一盤很大的棋 是採取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 不斷宣布由中國入口美國的貨品加稅 然後容許足夠的時間給美國的大企業撤走資金 一旦美國大企業撤走資金 香港這個是珠江口岸的大城市身為一個所謂的 或者是跳板或者橋樑 它的作用就會消失 它的作用消失就是說 錢在由大陸慢慢流出去 流到乾之後 香港這個身為在中國大陸門口這塊地毯 它一百多年來 它的特色是淺出去 它會吸索一些 外面的錢進去 它又吸索一些 但是在裡面的外國的資金 出了去之後 香港這塊地毯也會跟著乾塗 而外面的資金包括西方 減少入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香港中間這塊門口的地毯對於滴下來的那些執液也都吸索少了 那你說對香港的經濟有沒有影響呢 而且這個影響不是說 好像以前那些金融風暴一次過 而是長遠 結構性 而且是改變香港1842年開埠以來根本的地位的 製作人員